盘点弃武魂前五排名 最强弃武魂也太无敌了吧 看过斗罗的小伙伴都知道 在斗罗大陆年纪一旦到达六岁 就会觉醒出自己的武魂 而武魂的种类有很多 有兽武魂 食物系武魂 还有爆发能力最强大的弃武魂 那么今天就来说说 斗罗中最强大的武大弃武魂 你知道是哪五种吗 不知道的就让作者来告诉你吧 老规矩 在看视频之前 先帮作者长按点赞三秒 如果你也爱看斗罗 那就赶紧关注我吧 要不下次就找不到我了 排名第五破魂枪 破魂枪是破制一族杨无敌的武魂 杨无敌的破魂枪能爬上第五名 还是因为他那霸道的进攻方式 杨无敌在战斗时 舍弃一切防御 将所有的爆发点集中在破魂枪上 这样的攻击方式才可发挥出 破魂枪的真正威力 从而在加灵关一战中 身为82级的杨无敌 硬生生地干掉了比他高10级的蛇毛斗罗 这一战的胜利 完全靠了破魂枪霸道的攻击能力 排名第四七杀剑 七杀剑是剑到陈星的武魂 七杀剑被誉为攻击力最强的武魂 单论攻击能力的话 七杀剑必定在浩天锤之上 此武器还是个自带领域的武魂 众所周知能自带领域技能的武魂 都是顶级武魂 拥有七杀剑的人在达到一定的境界时 就会觉醒出一个七杀领域 此领域可令七杀剑的威力达到最大化 在武魂殿的裂魂行动中 陈星平一人重创武魂殿四名封号斗罗 要不是因为七杀剑的威力强大 陈星估计就会陨落在此战役中 排名第三天使光刃 天使光刃是六一天使武魂持有的武器 六一天使是比较特殊的武魂 这个武魂还配有一把武器 这个武器就是天使光刃 天使光刃重达三万六千斤重 威力可汗天动地 在唐号与千寻级的战斗中 天使光刃轻松斩断了威额的大扇 唐三与千刃血一战中 天使光刃的重量压得唐三直接跪了下来 这就是天使光刃真正的威力 排名第二号天锤 号天宗被誉为天下第一宗门 而宗内的传承武魂号天锤 更是被称为最强气武魂 无附加魂环的号天锤就重达五百斤重 号天锤的攻击能力不如七杀剑 为何还能排在他的前面呢 主要是因为号天锤的爆发能力 重量巨大的号天锤 再加上宗内祖传的炸环技能 爆发能力要远高于七杀剑 刚到达九十级的唐号 仅用一锤就战胜了九十五级的千寻级 这一战足以证明了号天锤真正的威力 排名第一海神三叉级 海神三叉级是海神的武器 重十万八千斤 在唐三的手中则只有108斤 海神三叉级的威力是你难以想象的 在唐三还没到达封号斗罗境界时 用海神三叉级秒掉了九十五级的鬼斗罗 后又秒掉了九十一级的拓拔锡和八十九级的忽颜阵 在加灵关一战中的唐三 手持海神三叉级可谓是所向拼命 就连比彼东都不敢应接此神器一击 可见海神三叉级的威力是有多么的强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你是不是又忘记点赞加关注了呢